看这里面的鱼 真多呀 年年有鱼 这是耶林湾农家乐 它是坐落于海南 乐东县尖峰岭下边 这个农家乐 车已经跑得没模样了 这两天下雨下的 咱们带大家上上看看 这个地方非常好 老板们咱们跟老板一谈 就非常愿意 老板也正好需要咱们这样的流量 然后它上面停车位就在树下边 客房 吃饭 采摘 鱼一体 非常好 这才是咱们要需要找的地方 咱们不需要找那种 特别高大上的 而且最主要是没有什么游客 环境优美 这是咱们所追求的 所需要的 这个院有点坡度啊 但是你不用担心 偷挂风车也不用担心 它进来以后 它是个环形公路 从那边上来 这边就下去了 非常的舒适 然后这院的环境太棒了 这是 这是总台 老板 环境特别的好 环境优美 早上起来 更舒服 早上更舒服 空气好 是吧 这是尖峰岭 森林公园下边 对 这是咱们这老板 您讲一下 您讲一下咱们这院 占地多少母 介绍介绍 不好意思啊 你看老板还有点腼腆 那个房价我看 房间特别好 这个房价也不够 而且 看着大酒窗 好嘞 让大家看看环境啊 这太棒了 我刚看了 刚看了 刚那个给 给 给 大庄房 哎呦 看着 看着雨 对 这个房间也好 也漂亮 对我拿这个 给大家拍一下房间吧 二百多的房间 那就这种相当不错的 这环境住着 而且它是相当于小 这种小别墅似的 看这环境 简直是没得说 刚才服务员给 这个是豪华房是吧 这两栋是一样的 这两栋是一样的 楼上是大楼上是霜 那个是标准 好嘞 这个 大庄房 这是两米 两米 这通着奶 这是浴室 浴室 这可以来一个 鸳鸯浴吧 应该是 这大鱼盆一个人有点浪费 主要是环境啊 这环境是磨得说呀 给我看这怎么 然后下边就是停车位 在这河北卡不清楚 看这下边 这环境 然后这就是一个一个的 停车位都在这个 这边 那个停车位跟前都有水管 它是不是为了给房车准备 它原来就有 谁知道 然后那个就是尖峰岭的山 尖峰岭的山 那海拔 我以前上去过 开着头挂上去 老费劲了 那个山老走了 它是尖峰岭 国家森林公园 你住的差点 上面山上 那个旅游景点 那肯定贵 这山下就是消费 就要相对便宜 少一点 木桶窑址 杏花村 水牛 如果不是为了找营地 我估计今生 我都不会来 这样的地方 太原生态了 但是有时候找到 有喜悦 有时候也有失落 也有失望 到这就是原生态的小渔村 啥都没有 但有个小码头 非常好 前面有沙漠 对 那前面沙漠呢 飞飞 那块挺好看的 拍出来 来走 对 你看在海南还有沙漠呢 看看海南也有这裸漠的地方 这海南也不是说绿化的好 你看也有裸漠的沙地 天气管 你看这种船长 仙人长 我们起飞是由机器盖起飞 自动返航的时候还能反着机器盖 那草 那草是什么草 大了都是石虎 石虎 石虎 我们由中国地图起飞 由机头起飞落在鸡屁股上 我们是从石家庄出发 到安阳郑州 武汉 走到武汉 经过 然后从这儿到的张家界 拐一花 贴着这儿 直接到的湛江 直接到的海南 现在我们在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马上就收回来了 这必须得收回来 你这是由新疆起飞的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 你向我拥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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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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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